我们今天讲的是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怎么样 就是在我们使用这种各种政策工具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避免它 加大贫富的差距和财富的分化 你说的这个太重要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两大政策工具项 这两大政策工具项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政策 你比较说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到底该怎么做 对吧 其实习近平主席老讲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怎么落实 中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房价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 那其实这个也是不仅是造成的脱石向区贫富分化 而且是严重的伤害实体经济 伤害制造业伤害科技创新 每次深圳的请我去开会交流演讲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深圳现在是全国最具创新的城市 但是有两点 你们深圳如果不想办法解决 你们的创新无法持续 有哪两点呢 我说第一你们房价太高 现在深圳有些地方的房价 全世界最高了 对 第二个真正缺乏世界顶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你怎么可以持续呢 我们现在讲粤港澳大湾区说要跟纽约大湾区相比 跟旧金山大湾区相比 跟东京大湾区相比 我说你们最大的产品是什么 你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你们没有一所在世界上能够拿得出手的原创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 那与这个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如果房地产太高 生活成本太高 年轻的科学家在你这待不住 所以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 那这个流动性增加了 货币又宽松了 那就说明这钱不太值钱了嘛 所以就大家都有通货膨胀的预期 所以最近有一些城市的房价又开始上涨了 那老百姓又会觉得 那我这点钱该怎么办呢 我能投资到哪呢 我也还是去买房子吧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这种决策 其实我不认为现在房地产还能够保值 很多地方我也不认为房地产还能够增值 所以我奉劝大家你要小心 如果你钱很少 你钱本来就不多 我认为你还是要比较保险的一种办法 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些基金啊债券啊 它能够给你稳定的收益 但是本金你没有任何的担忧 因为有很多人他就买股票 听起来很好 但是那个风险很高 但是风险很大 你可能本金就没有了 对吧 所以你会推荐我们去买国债吗 我会推荐去买 配置一部分国债 也会配置一部分基金 房子你也可以配置一点 你房子总要住嘛 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就看到 都把钱都去投房子 期望为了能够保值升值 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幻觉